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上次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到ListView的一个详细的用法 当时我们其实还想跟大家去演练一个细节 就是ListView如何实现一个extendable这样的一个ListView的这样一个类似的效果 也就是点开它,然后就展开,对不对 今天在开始课程之前,我们先把这个例子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上次我本来想带着大家一步步去实现的,让大家知道它这个原理 那么后来因为时间有限,包括我们现在UI这一块需要尽快的赶着往前走 所以我就没有很详细的带着大家去实现 那今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分析一下 那么当时我希望大家看到了一个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就是一个ListView,我每次点了之后让它展开 看没有,再点了之后让它缩起来,同样的效果 点了它,让它展开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expandableListView的一个效果 对吧,可以展开的这种ListView的一个效果 那么也,而且我们也知道expandableListView是从我们的普通的ListView继承而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搞清楚了它,是不是我们也就可以分析清楚 expandableListView的一个实现方式,对不对 下面我就带大家简单看一下代码 我们打开API demo 我说过这个API demo非常做得非常好 我们空间的使用基本上用它来熟悉是最好的 刚刚是我们的这个ListView 那么这儿是继承了一个ListAdapter 这个我们都知道,ListActivity 这里是设置一个它的Adapter 它拥有了一个新的Adapter 这个Adapter是自定义的,对不对 我们看基于Base自定义的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那么重点是在GetView上面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GetView GetView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设置了一个Dialog 设置了一个Expendable 那么这是两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两个数组 这是两个数组 一个是,一个数组是什么呢 是我们点击的这个 我们称为Group 这块我们称为Group,对吧 其实就是Title了 就是Title 那么另外一个数组 就是里面的一些正文 里面的一些正文 那我们称为Child 子,一个是组,一个是子 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是一一对应的 到时候我,也就是说 我显示这个第一个 对应到内容 就是它的第一个 就这样的两个数组 那么同样的 跟他们对应的 还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什么呢 这个属性是 是否展开 是否展开 这个也是一对应的 就是第一个 对应到这儿 它默认值都是Force 就全部都不展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的一个操作效果 我们知道这几个数组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是通过 这个转换成一个Speech View Speech View 就让它每一行 这每一行是个Speech View 这个Speech View 这个对象 我们知道有三个属性 一个是什么 是Title 一个是它的Dialog正文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一个布尔形的 它是否展开的 那个属性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看这三个属性的设置 是不是就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Speech View 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肯定是一个视图了 而且是一个复合的视图 那么这个视图说白了 就是我们自己去定义的 我们以前也用过呀 只不过我们以前是从什么 XML里头 Inflatter进来的 还记得吧 它这里只不过是 动态生成的 对不对 只不过是 也用到了Inflatter 也用到了一些 用到了Inflatter属性 但实际上 这是动态生成的 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生成呢 首先是一个Text View 我们就知道 Title是个Text View 给它添加上去 然后又是一个Text View 是我们的Dialog 同时呢 在设置我们这个 Dialog的这个属性 也就是说 第二个Text View的 它这个属性 什么属性呢 是否可见 就这么简单 是否可见 如果是True就是Visable 如果是Fause就是Gun 就这样的一个 我们Text View的可见性的 这样一个属性 那么有了这个 我们就知道了 OK 有了这个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能返回一个Get View 对不对 但同 而且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 每次点击的时候 肯定是有个事件 对不对 比方第一次呈现出来 肯定都全部显示进去了 只不过每一个的 那个第二个 这个Dialog 全部都是不可见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点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点了一下之后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 Unlist Item Click 这个很简单 这个我们也知道 点了之后呢 它会得到当前这一行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并且给它 它的这个可视化的 这种属性 给它设置为相反的 这样一个值 Tag嘛 就是个开关的意思 对吧 那么这个Tag 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去定义的 看到没有Tag 是在我们的那个Adapter 里面去定义的 反正就是给它 取一个相反 给它取一个相反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每次Tag完了之后 它都会去掉用 Notify Dataset Change的 这个我们就知道 又再去重新加载一遍 或者叫重新刷新一遍 我们List View 那么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 点一下 实际上是什么呢 首先把这个空间 它的可视化的属性 设置为Force 设置为Tru 然后我又重新加载一遍 那么实际上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原理 大家了解就行 实际上并不复杂 后面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到 跟我们Adapter View相关的 Adapter 就是跟我们Adapter View 以及Adapter配合 还有我们Data Set配合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组件应用 那么万变不离其宗 大家一定要掌握到这个规律 这个API Demo我也说了 是非常重要的例子 实际上大家可以 有些我内容上面 没有讲到的一些课题 大家下来可以通过API Demo 去查看一下 好 那么下面说一下 我们今天要开始哪些内容 今天我先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沟通一下 我们List View的一个子间 子的空间 叫可扩展的这个List View 然后一直把我们的 往下讲Grade View 一直把我们的这种 复合空间给它讲完 在我们Image里面 取两个比较典型的 我们常用的一些空间 给大家讲一下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Data Time里面 就是日期相关的 我随便取一个吧 取一个Data Picker 或者Time Picker 或者Data Picker 那么给大家展示一下 时间设置这个组件 怎么去用它 最后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转换组件 我在这里面抽一个 实际上他们继承的 都是View Switcher View Switcher 视图嘛 都是视图 对不对 只不过它衍生出来 就有文本的这个Switcher 和我们的Image 这样一个切换 那我就在这里 也取一个组件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今天的内容 讲完了之后 我们这些标准空间的使用 就讲完了 那么除了什么呢 除了我们的布局 这就是我们今天 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Expandable List Review 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研究 我们说要学习一个组件 怎么去学习呢 有这样几个步骤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我们组件 我们在学习一个组件的时候 有这样的几个步骤 一个是我们去看官网的 那个Hello View Hello View 通过Hello View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三个组件 或者说 如果没有找到 或者说我们找到 又不够具体 我们去看什么呢 我们去看它的具体的类 官网上面的类的帮助 对不对 如果说这些 你都还觉得不够具体 我们再去看什么呢 再去看API Demo 好 这样子我们肯定是 能够掌握它的一个使用 甚至于深度的使用 我们都可以掌握的 那么如果你还想分析一下 它的实现原理 实现构成是什么样子 我们再去看 我们这个组件的Source Code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UI的 四个步骤 这是我们学习UI的四个步骤 大家以后再碰到这些UI 我们就这样子来思考 就这样来思考 好 按照这样的四个步骤 我们现在先上官网 看一下HelloView里面 有没有我们可扩展这一块 HelloView 有没有我们可扩展的这个ListView 它默认的这几个里面 好像没有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查一下 Expandable ListView 我们看到它是继承于我们的ListView 那么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 看一下 好 多了几个监听器 对不对 什么group和一个child group我们猜都能够猜到它是什么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Expandable ListView 它的一个 不会有朋友还不了解它的一个效果吧 我们先看一下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吧 可伸展的ListView 我怕大家有不清楚它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I demo里面 好 过了 这 随便点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可扩展的ListView 可伸展的ListView 对不对 那么这个大家就要考虑 我们去实现它 那么这个上面就叫group 这个下面就叫child 这个我们很对应我们刚刚所讲的title和darlog 我们继续来看 好像也没什么嘛 大同小异 无非会有一些 原来我们都是一个的 现在给它分成两个了 一个叫负 一个叫子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它也是 也是从我们这儿继承过来的 从我们的AdapterView 继承过来的 所以我们才想 我们以前所用的 这个数据绑定的三个步骤 还是不是适用 当然适用了 对不对 另外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之前有个ListView Activity 可以方便的让我们 不用再去做那个 Layout的那个XML文件了 对不对 我们来猜想一下它有不有呢 这个猜就行了 它也有一个 它也有一个 它这里写得很清楚 实际上 就相当于它这里面放了一些这个内容 就放了一些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来试着来实现一下它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当然你不用 如果不用它 我们是不是也会做 这个我就二者选齐 好了 我在这里 StandardView 我在这里 倾加一个Activity MyExpandableListView 这里我们 ExpandableListView ListActivity 好 从载箱 从载箱 Create 在它的复类上 按Create 按照我们的三个方法 第一 设置数据源 第二 建立Adapter 并且绑定数据源 第三 绑定界面 按照这三个方法 我们来做 但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父子关系的 这样一个数据源 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 对不对 我们还继续猜嘛 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先不急 我继续往下走 建Adapter 我会啊 建什么样的一个Adapter呢 我们记得以前 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 包括我们在这上头 会看得到啊 在这上头 我们会看到 官网推荐 我们可以用这样两个Adapter 一个叫Cursor TreeAdapter 这个我们猜都能猜到 是不是就是我们CursorAdapter的 一个子集啊 算是CursorAdapter 一个扩展吧 那么Cursor CursorAdapter用在我们ListView下面 现在我们要层级关系了 就叫CursorTree 那么同样的 我们以前用过 知道有Simple什么时候Adapter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用Simple Expandable 我们来用一下 SimpleExpandable SimpleExpandable ListAdapter 事实上我们用一个接口就实行了 Expandable ListAdapter 这样一个接口 Adapter 等于 这我都是联想来的 Simple 用这个类去实现 Simple Expandable ListAdapt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实现 这个实现 我们猜都能猜出来 又又来猜了 因为就结合到我们以前的 对不对 我们看着来猜 第一 上下文 List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个 叫Group Data 那我们以前 这都只有一个Data 这个Group Data 我们就知道了 是什么呢 是副级的这个数据源 对不对 好 那么它的结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List对象 这个List对象 里面 它的元素类型是一个Map 所以还有点复杂 对不对 我们以前传的是什么 以前传 你可以只传一个Map就可以了 现在你要传一个List 这家Map 先空的 不管它 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Group Data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了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Group的 它的那个行的Layout 对不对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嘛 看到没有 展开的Group的Layout 这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一行 它的一个Layout 对不对 下一个是缩起来的 那么就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Layout 那这个地方我会写吗 我们就肯定猜到 能猜到 系统里面肯定有了 我们当然可以自己定义 也可以用系统的 第二 这个是为了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List EPM 好 我们就用它 同理 这个我也用它就行了 下一个 这个是do perform 这个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数据源的 哪两个字段来取 对不对 这个to就是什么呢 to到界面上面的哪两个元素的ID 还记得吧 这些以后 凡是我们lis过来的 大家都要很清楚才行 下面就是child的 对不对 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先把这个布局给它整上 这个布局我们就用 还是用系统的 我们用第二个 子的我们就用第二个布局 用系统的 这些布局 大家当然可以去打开 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实际上这个跟我们lis的是类似的 第一个是 我们有一个tax1在里面 第二个是有两个 有一个tax1 有一个tax2在里面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在第二个 这个child data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弄好到几个地方 这样子我们来查一下吧 我们来查一下这个adapt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几个参数 第二个child的adapt的时候 就更麻烦了 它是一个list的 再套一个list的 里面是一个map 这个能看明白吗 第一个是一层list的 第二个是一个list的 再套一个list的 再套一个map 这样子 我们就来先给它做一个定义 我们先来进行数据员的定义 现在要进行数据员了 我们先定义谁呢 先定义一个list 里面是一个map 我就定义一个hashmap 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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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